大家好,我是Kyoko 大家好 今天星期要說什麼呢? 我記得的,我上個星期 說過昨天、今天、明天等等的日文是怎樣說的 所以今天星期我們會再說一次 關於日期、日子、時間 正確的中文是什麼? 對,的日文,總之 我們首先第一個要說的就是前日 前日的日文是OTOTOI 昨日的話,日文是KINO 今日的話是KYO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一部日劇 叫做《訂賞今日子的備忘錄》 其實KYO就是今的意思 就是今天的意思 所以《訂賞今日子》它的漢字就是今天 但是KYO也有另外幾個漢字的寫法 例如是京子、響子、深田公子 最後是KYOKO 所以大家只要記得KYOKO就會記得今天的日文 然後呢,明天的日文是明天 明天的日文是明天 明天的日文是明天 我們但如果要說今天的話 如果要說今日的地方 要說今早 Tonight 雖然今晚的日文是KOO-BAND 但是今早的日文並不可以說 KON ASA 是廣場不是的 今天日文是KASA 然後我們講一說豬的日文 豬是KHELL 在前面可以加 上個星期 就是今個星期 就是下一個星期 這個圖案可以加到月份 例如你想說上個月的話 首先說月份 月份的日文是月 所以你想說上個月的話 上個月就是前月 今個月是今月 下個月是來月 這裡留意月份的漢字寫著月 上面讀ケツ 但是如果我們要說1月2月3月4月的時候 並不是讀這個ケツ的 我們要讀ガツ 那你再在前面加一個數字就可以了 譬如你可以說三月就是三月 那數字那裡請你refer 回到我的影片那裡 好 今個星期我們就學前日 今天或者明天等等的日文 那是怎樣說的 希望大家在這個數字的用詞方面 就愈學愈多了 那記住間不喜歡用數字 譬如我們上個星期學了的時間 或者今個星期學的月份 其實都有需要用這個數字的 那你可以看回我的影片 有一課是關於數字的 應該是兩個 對 因為在第二個的時候 會有講一講到一些數字的變音 大家可以在這個播放清單 或者在這個information box那裡找回 即上面那個圈圈 沒錯 啊 資訊卡 那個應該叫做 好 那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大家有什麼問題的話 記得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じゃあ 待會兒 拜拜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你幫忙訂閱我的頻道 左右兩邊是推薦的影片 大家可以推進去看看 還有可以追蹤我的Facebook和IG 那裡會有更加多日本的資訊 じゃあ 待會兒 拜拜 拜拜